关于林丹的退赛呢 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在今天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这不存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我觉得既然定了嘛 那游戏规则制定完以后呢 大家都在这个游戏规则当中去做 尽管运动员当然会很辛苦 因为我们的队员可能会受伤害得更大一点 因为我们打的比赛场次全年统计下来要比外国多嘛 因为你每个比赛你总是要比别人多打一场 你进决赛就要多打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可能我们受到的这种影响会更大一点 但是已经制定了你只能在这个规则当中去进行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坦然的面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从我们媒体国内的媒体啊 我觉得咱们实际上有一点 我觉得需要慢慢的调整一下 就是有的时候呢 有一点我们有时候会没事找事 这个经常会是这个好事不说 对一般的事分把它说不好 作为我们国内自己的人 不应该用这样的形态去看待这个比赛 就是包括今天我看到那个报纸一些分析 说全年当中有多少多少场中国队在一起比赛的时候 加一个百分比让球多少 输球多少 戏拳多少 我觉得很傻 没有必要 你没有必要这样说 你要再去分析 外国没有人能自己打 他想让也让不了 他没有这样的队员 没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他就输掉了 那我们都是因为优秀运动员多在一起 难道非要像外国人家说 你让两个中国人拼得跟看斗牛似的 有一个死 有一个伤 他就过去 他不用打 他就拿冠军了 你都拼受伤了吗 为什么要让我们自相残杀呢 我搞不懂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比如有些队员 有些小的伤病 难道你非要不顾他 这个伤病会加重 还要让他拼命去拼 没有这个必要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 这个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然后给别人提供了那样的议论的机会 真的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你们大家还是没有 能够真正是用一个善良的心 去看待这些队员 你们不了解队员 很不容易的 我跟你说一心里话 你们只看到他荣誉的一面 光荣的一面 他苦的那一面 你们都不知道 他天天在房间掉眼泪 你们知道吗 你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不公平有的时候 对队员们的一些报道 真的善良一点 所有报道的人 你们都应该用 将来有一天 你们都会遇到困难 那个时候怎么办 对